好来看到花莲县书法学会邀请了宜兰台东的书法学会共同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举办连展 集结了东台湾地区的书法名家 展出不同风格特色的书法作品 一百多幅精彩的书法作品 让吉安浩克艺术村十号馆充满了文化气质 这是花莲县书法学会邀请宜兰与台东的书法学会 共同举办的连展 场面相当盛大 东台联谊 那这个主题其实就是 宜兰花莲台东的道庄 上个县是苏法学会 我们第一次上个县联合办理会员展 那这次作品总共有宜兰十六件 然后台东二十二件 那我们花莲县的话是历届以来 会员展出最多作品的 总共九十件 不同县市的书法家风格不同 气势也不同 以花东地区的书法名家展出最精湛作品 机会非常难得 宜兰县这边的作品的话 他们这个是几乎都是同一个指导老师 应该是都是属于我们民国初年那个台 敬龙那个书法大佬他们所交下来的笔法 所以他们作品比较一致 但是都非常的精致 那台东的话台东书法会的话 他们是书画合起来的 所以他们的作品跟我们会里面蛮多的相似 就是说都会把国画跟书法融合在一起这样子 那我们会里面的话也有大概六位是东华大学 艺色系的那个硕士生 那硕士他们的那个作品 也是一样都把那个水墨跟书法融合在一起 那那个水准也都蛮高的 非常有创意 以花东书法名家连展展期只有到九月底 喜爱书法艺术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 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参观欣赏 介续会吉安相报导